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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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特意吩咐了御厨 做了些扬州菜色 不知 合不合太夫口味 谢殿下官 不必 自从我卢皇宫 一个两个的 都这么可惜 太夫拟申命大义 帅扬州归顺我大侠 原本是我感谢你的 忠君爱国 敬爱殿下 乃是臣子的本分 至于殿下代臣 亲切 宽和 那是殿下仁厚 君臣之别 微臣心中明了 太夫所言甚事 不会受教了 殿下的气度果真消失陛下 行事沉稳 有明君之效 太夫 当真正确的 当然 可是父皇 总把我当小孩子 这人子 哪怕过了儿女之年 在父亲眼中 仍旧是孩子 这陛下是慈父 是殿下如找诛 免不了想多疼爱几年 想必顾侍郎待殿下 也如同敌亲手足一般吧 我也希望 顾大哥是我敌亲兄长 顾侍郎这等风流人物 年少得志 人人称赞 又得陛下的信众 任陀生在谁家 也都是任人喜欢的 那是自然 太夫 我也想早日成长 为父皇分忧 得父皇信仇 微臣定会助殿下 得偿所愿 我 敬太夫一杯 谢殿下